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死亡之舞》 故事发生在核大战之后,很多城市因此沦陷 许多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人们流离失所,连肚子都填不饱 恐怖袭击事件也变成了家常便饭 世界秩序已经被彻底打乱 两个朋克男骑车拦截了一对老夫妻 他们将老大爷打晕在地,然后抽走了老太太的鲜血 之后两个朋克男走进了女主佩吉家的饭店 佩吉的父亲原本是个士兵 但在大战中牺牲了 佩吉还有一个姐姐安娜 安娜也在不久前失踪了 佩吉和母亲相依为命开了一家饭馆 但他们还算比较幸运 比起来他们的邻居太太就不那么走运了 不仅失去了家人,自己还因核辐射毁了容 连温饱都无法解决 每次他来店里,佩吉都会扇心大发 将面包施舍给他 那两个朋克男来到店里后 佩吉拿着菜单去招待二人 其中一人表示他们要吃肉 但是店里只有汉堡和派 这一年头哪里有肉来招待他们 其中一个朋克男 杰克看上了佩吉并开始勾搭他 果然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 佩吉也对这个皮皮的男人产生了兴趣 两人很快就没来眼去 杰克约佩吉今晚一起去派对 兴许啊是平时被妈妈管得太严 佩吉呢也期待着逃脱管制 他欣然答应了杰克的邀请 然而这一幕被佩吉的妈妈看到了 他一眼就看出杰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于是赶走了杰克和他的同伴 他不想再失去佩吉这个唯一的家人 但佩吉显然不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 被压抑已久的心早已跟着骑摩托的男人远去 晚上他趁妈妈睡着溜出去赴了杰克的约 杰克把他带到了一个舞会上 这个舞会呢最有噱头的表演叫做死亡之舞 舞蹈的主角是一具女尸 神奇的是他竟然能随着音乐节奏抖动起来 动作惊悚恐怖毫无美感 台下的人群却像行尸走肉一般 疯狂的挥舞手臂尖叫 仿佛这样就可以逃避战争带来的苦难 原来只要将新鲜的血液注射进尸体中 就可以操控死去的尸体跳起舞来 因此杰克他们才会有片头抽取路人鲜血的行为 就是为了把血卖给这家酒吧的老板 很快第一个表演结束了 紧接着一具红发女尸被拉了出来 佩奇原本对这个节目不感兴趣准备走人 但他发现这具女尸竟然是他失踪的姐姐安娜 他一把抱住姐姐让杰克带自己离开 杰克也是真的喜欢安娜 不管自己的钱扛着安娜就逃了出去 正好遇上了来找佩奇的妈妈 就在这个时候老板也追了上来 老板问他们为什么要抢走自己的财产 佩奇就好奇了呀 安娜明明是自己的姐姐怎么变成了她的财产 于是他问妈妈怎么回事 妈妈一听脸色突变 拉着佩奇就要走 原来姐姐生前染上了严重的毒瘾 妈妈嫌弃她总是惹事 于是将还活着的姐姐卖给了老板 也是因为这笔钱他们才能够活至今 之后老板杀了姐姐 利用她的尸体跳舞赚钱 佩奇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击垮 她想起当初发生核战的时候 妈妈为了自保将邻居太太和她的女儿锁在外面 最后导致安娜的好友惨死在门外 她彻底对自私自利的妈妈绝望了 妈妈还想解释 她说那时的安娜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 死没死并没有区别 可是佩奇无法原谅母亲 她一定要带走姐姐 但酒吧老板并不想善罢甘休 佩奇思索一番做出了一个决定 终于她换回了姐姐的尸体 并将它埋在了一棵树下 而酒吧里又在上演着新一轮的死亡之物 这一次的舞者变成了佩奇的母亲 佩奇则浓妆艳抹地站在台下看着母亲 原来她由母亲换回了姐姐的尸体 这个故事来自恐怖大师第一季 讲述因战争而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害 如果当世界失去法律与管制 人性也将随着温饱问题逐渐流逝 无论是参与在战争中还是战争后的人 全都是不幸的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